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第一季 影片一开场 基层警员阿乐在巡视一地下车库的时候 发现眼镜叔鬼鬼祟祟的十分可疑 于是便拦住了眼镜叔的车 眼镜叔可是老戏骨的 表情淡定趁着冷静 把阿乐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差点就划过去 可当阿乐打开后备箱 惊悚的一幕出现 一个刚刚被眼镜叔杀害的女孩正躺在后备箱里 眼镜叔一看暴露了 叮了光荡就开了枪 身中五枪的阿乐严守着要领盒饭 神奇的一幕出现 被害的那个女孩突然从车里坐了起来 趁着眼镜叔愣神的功夫 阿乐一枪就把眼镜叔给毙了 49天之后阿乐上一出院 原来那个被他击毙的眼镜叔 是警方查了三年的变态杀人狂 阿乐的表现让领导非常的欣慰 但对于阿乐看到那位已经死了三个小时的女孩 又从车里坐起来这件事 领导很不满意 加上阿乐坚持自己的说法 最后领导把阿乐发配到了警局下属的一个叫杂物科的部门 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一些用科学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 目前这个杂物科就两个人 除了负责人见见之外 还有一个整天就会搭积木的小眼镜 上班的头一天阿乐就接到了求助电话 说某个游泳馆弄鬼 据游泳馆的管理员介绍 自从上个月有个女孩淹死之后 一到晚上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出来 阿乐吓到水槽里用手一摸 拽出来一团女人的长头粉 渐渐说你要记住我们的第一届 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 那些所谓的鬼啊神啊全是封建迷信 渐渐自打几年前跟老婆离婚之后 就一直住在单位 晚上这哥们正在沙发上睡觉的时候 外卖小妹给他来送外卖 转过天 一个女孩在天台上上吊子杀了 从女孩脸上的表情来看 似乎是心甘情愿领的号码 晚上阿乐和渐渐来到一养老院 据工作人员介绍 三天前一位老太太因为癌症加和喜悟了 老太太死了之后 他那台老式电视机不用插电就能右掌右跳 把所有的护士全都瞎叫 大家都认为老太太阴魂不散还住在养老院 阿乐在检查老太太遗物的时候 诡异的遗物突然出现了 明明就是有鬼 但渐渐却极力否认 忙活完养老院的事 渐渐来到了老婆开的酒吧 虽然渐渐和老婆已经离婚六年了 但看着二位的意思 好像都有点破镜重圆的想法 不甘心的阿乐再次来到医院馆 果然在更衣室里见到了那个被淹死的小女孩 第二天的晚上渐渐和阿乐接到报案来到一家戏院 房屋中介说客户买了这家旧戏院之后 在装修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诡异的现象 原来戏院的保管员王德白去世之后 迟迟不肯离开这个地方 谁敢动戏院一砖一瓦 他就跟谁玩命 加上王德白这人脾气不大好 说着说着就上了房屋中介的身了 渐渐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一枪把房屋中介给毙了 对于渐渐说的第一届 阿乐非常的不理解 渐渐说我们的任务就是隐瞒有鬼的真相 因为一旦告诉老百姓这个世界有鬼 那么一切都会乱套 根据渐渐的分析 这部电影里的鬼啊 只要触碰一下人的身体就能鬼上身 玩腻了之后 鬼又会上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当鬼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之后 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了 渐渐的话说了没几天 一个小太妹被鬼上身了 然后就淹死在了浴缸里 小太妹死后 鬼又上了小太妹室友的身 玩的是不亦乐乎 转过天 二阿乐到医院拆石膏的时候 发现胳膊上不知道被谁弄了一个烙印 医生急忙联系当初为阿乐打石膏的郭护士 可这个郭护士已经两个星期没来上班了 阿乐和渐渐来到郭护士家 发现这个郭护士曾被鬼上过身 现在已经成了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了 巧的是啊 之前在天台上吊的那个16岁女孩的预防针 也是这位郭护士打 两人经过调查 发现这些被害的少女很可能是被同一个鬼上身 阿乐用小太妹的手机拨通了最后一个联系人 也就是小太妹室友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名女警官 此时小太妹的室友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了 而这个学校正是阿乐的老婆教书的女子中学 阿乐急忙冲进教室 发现鬼已经上了好几个女学生的身路 渐渐和阿乐来到天台 发现经常给渐渐送外卖的外卖妹也被鬼上身了 在鬼的蛊惑下 六个女孩手拉手从楼上跳了下去 好事的女警官刚走过去就被鬼上身了 然后一枪就把一同事给毙了 被鬼上身的女警官挟持一名孕妇跟阿乐对峙 女警官这边刚把孕妇给毙了 阿乐就接到了小眼镜的电话 说她胳膊上的数字是一张罚单的编号 而这张罚单正是之前阿乐在地下车铺开给变态上搞眼镜书的 原来这个鬼不是别人 正是被阿乐击毙的眼镜书 眼镜书变成鬼之后 先是上了过户式的身 在阿乐的胳膊上弄了个烙印 然后又陆陆续续上了很多年轻女孩的身 阿乐一看这情况就打算把女警官给干掉 阿乐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女警官仨子了 由于担心眼镜书的鬼魂打击报复 阿乐急忙跑回了家 还好老婆没事 阿乐来到杂舞科 发现小眼镜已经被杀了 屋里是狼藉一片 健健说眼镜书的鬼魂跟咱约架 打算来个了结 两人开车来到一仓库 拿着枪等着眼镜书的鬼魂出现 两人已经商量好了 谁进来就把这个干掉 可让健健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老婆突然出现 为了证明老婆没有被鬼伤人 健健跟老婆跳了一支舞 两人刚跳完舞 鬼突然就从健健老婆的身上 窜到了健健的身上 阿乐一看这情况 砰的一枪就把健健给毙了 阿乐向领导汇报了情况之后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故事开始翻转了 原来真相是 之前当阿乐回家看情况的时候 发现那位被眼镜书鬼魂附身的 女警官已经到他家了 而且眼镜书的鬼魂 已经从女警官的身上 窜到了他老婆身上 然后又窜到了他身上 随后被鬼伤人 阿乐来到了杂务课 先是杀了小眼镜 然后又把健健骗到仓库的干掉 至于健健和老婆跳舞那一段 纯粹就是阿乐瞎编的 影片的最后 被眼镜书鬼魂附身的阿乐回到了家 此时阿乐的老婆 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去窍 而健健本来说退休之后 要跟老婆一起离开 但此时只剩下她的魂魄 跟随着自己的爱人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鬼 只不过这个鬼 一直被道德和法律约束着 稍一放松 我们就会被鬼牵的鼻子走 由于这部影片删减的比较厉害 因此有很多疑点一直没搞清 健健和她老婆六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健健究竟是人还是鬼 患有糖尿病的 傅景吴处长 为啥不停的吃高糖的食物 阿乐身上污渍的颜色 为什么跟傅景吴处长 喝的咖啡一模一样 个人认为 这部影片的真相 跟我们目前看到的 并不完全一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子 人性有善亦有恶 提醒自己别犯错 一旦思想花了泼就有可能闯大祸